为何猪八戒要一口吞掉人参果,连嚼都不嚼,其实他一早就知道了人参果里面的秘密。 按照吴承恩在西游记中的设定,人参果可是极具奇幻色彩的无价之宝。 它不仅是猪八戒一人想吃的宝贝,而是各路神仙妖魔妄想得而吃之的对象。 这人参果术非比寻常,三千年以开花,三千年以结果,在三千年放得成熟, 而且每次只结三十个,有缘地闻一闻就活三百六十岁,吃一个就是活四万七千年。 无论是谁吃上一个人参果,生命的进度条就算是再度得到充值,简直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美式。 读到这里,可能会有人问,凡人想要吃这人参果,以求长生不老,属实可以理解, 为何那些已然上天遁地,位列搬迁的人仙也想吃这人参果呢? 实际上,不是当上神仙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在西游记本身的设定中,天庭上的神仙要整日修炼大作, 完成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布置的工作KPI, 众佛也要念经苦修,以求大成,散布在人间的妖魔鬼怪, 要想方设法地修炼法术,将自己的武力值进行升级, 同时,经用各种手段来帮助自己延长生命。 吃一块糖僧肉就是所有妖魔鬼怪升级的首选, 但是他们也只能为此事付诸努力。 不过谁也没能成功,那就是后话了。 除此之外,在孙悟空向菩提祖师学法术的时候, 菩提祖师就曾告诉过孙悟空, 无论是神佛也好,妖魔也罢, 生命活到每一个500岁的阶段,就会经历一次劫难。 这些劫难被称之为三灾,分别是天雷、阴火、悲风。 但凡躲不过去这些灾难,就会道行全无,就此消亡。 因而不只是凡人,神仙也是在努力的使自己存活下去。 然而全靠个人努力进行法道修行,自然是远远不够的。 这时的他们便想到了借用辅助道具,来为他们进行快速升级。 这些辅助道具包括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仙丹, 王母娘娘喷桃园内的喷桃, 以及武装冠里的人参果等等。 这其中最有疗效的肯定是喷桃盛会上的喷桃, 乃是天庭王母娘娘多年功力所产生的结清。 所以与人参果一样,都是9000年才得一次。 但是吃掉一颗喷桃,就能直接与日月同寿, 直接达到长生不老的效果。 因此,神仙都将喷桃盛会上能吃到喷桃, 看作是王母娘娘的恩赐,对此感激不已。 然而可惜的是,因为孙悟空的破坏, 天庭上的喷桃园遭受了严重的损毁。 喷桃的成熟本就实环, 现下被孙悟空一搅和,彻底成了断销产品。 没了天庭的喷桃,这下众仙家只好找其他可以作为代替的宝贝。 而这时,吃一个可以多活47000年的人参果, 变成了众仙家最受欢迎的续命宝贝。 而拥有这人参果树的镇元大仙, 本就未同三清, 现在更成为了所有仙家要结交的朋友。 但这位镇元大仙并不是一个热衷于社交活动的神仙, 他知道自家的人参果是宝贝, 自然更为珍惜。 只将这宝贝与其关系深厚的人分享, 这也造成了人参果一果难求的局面。 说过人参果的奇妙之处, 我们再说回出八切吃人参果这件事。 人参果可以是延年益寿的奇珍质宝。 众仙家都曾听说过人参果的名号, 但不一定都有幸吃果, 对于他的长相和实用效果更是不深了解。 而为何镇元大仙才遇见唐僧将经过武装观时, 会命令小童打两个人参果招待他呢? 这是因为唐僧在前世与镇元大仙有着一段故交。 唐僧前世是如来佛祖弟子金蝉子。 在镇元大仙拜访佛祖时, 金蝉子曾向镇元大仙谛查, 凭借这一段缘分才有了故交之说。 也正是因为这段前缘, 镇元大仙才会舍得给唐僧吃这两个人参果。 在这里要注意, 镇元大仙只交代童子用人参果招待唐僧一人, 而童子也在打下人参果后, 特意避开了唐僧的其他三位徒弟。 这证明镇元大仙对于人参果确实无比看重, 压根没想让其他人品尝这道宝贝。 因为唐僧觉得这人参果壮弱小孩实在不忍心下口, 以致童子舍不得浪费这两个人参果在厨房偷吃, 这才让在厨房偷摸烧饭的猪八戒撞破了玄机。 在这个厨房里猪八戒知道了两个秘密, 其中一个秘密是这武装罐里有人参果, 而另外一个秘密暂且按下布表, 在下文再给大家仔细言明。 倘若是其他人知道这武装罐里有人参果, 也许只是匆匆过耳便不再留意。 然而偏偏知道这件事的人是猪八戒, 那么这事就闹大了,不为别的。 因为猪八戒是三位徒弟中对人参果了解最多的人。 小童在厨房偷吃人参果时, 指质对唐僧不知人参果是什么仪式产生抱怨与嘲讽, 并没有说起人参果的功效。 而猪八戒只是听到了人参果这个名字, 便打起了12分的注意。 不得不说, 虽然猪八戒长得肥头大耳, 最为丑陋, 但是他却拥有极其聪明的大脑。 在得知武装罐有人参果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嘲嚷, 不是出门寻找, 更不是找人参果, 而是找来了他的大师兄孙悟空。 在见到孙悟空后, 猪八戒问起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孙悟空知不知道人参果是什么? 得到的回答是, 孙悟空不曾见过人参果, 只是绿有耳闻, 那时猪八戒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说自己嘴馋, 怂恿孙悟空摘几个来喂饱肚子里的馋虫。 嘴馋这个理由, 放在猪八戒好吃懒做的人生上, 看似十分合理。 然而猪八戒怂恿孙悟空偷回人参果前来吃, 却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 在孙悟空将人参果偷回来, 与两位师弟分吃时, 有一个并不引人注意的细节。 当沙僧在看到人参果后, 毫不犹豫地就爆出了人参果的名字, 还说出自己曾在做选连大将时, 与攀逃盛宴上见到有海外珠仙, 将人参果作为礼品, 为王母娘娘奉上。 由此可以看出, 法术悟空最为高强的孙悟空从未见过人参果, 是因为他在天庭的职位非常低, 只是一个小小的匹马温, 没有参加攀逃会的资格。 沙无尽作为天庭玉皇大帝的卷连侍卫, 虽然职位不高, 但是有见到人参果的机会。 猪八戒此前是统一八万天河水兵, 威风凛凛的天蓬元帅, 无疑是这三人中曾经官位最高的人, 他不仅在攀逃盛会拥有席位, 而且一定比其他人对人参果有更多的了解。 而此前, 猪八戒唆使孙悟空去偷人参果时, 也表现出了极强的欲望。 当孙悟空以为猪八戒让他前来, 是因为贪吃, 想做坏事时, 猪八戒曾说了这样一句话, 不是饭少, 而是这罐里有一样宝贝。 从这句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 猪八戒想要吃到人参果, 绝不仅仅是因为嘴馋这么简单的原因, 而是另有意图。 在孙悟空翻身出门去找人参果时, 猪八戒还不忘提醒他, 一定要记得戴上专门摘人参果的金鸡子, 这也可以看出猪八戒对于人参果有着强烈的渴望。 那么为何猪八戒对于吃到人参果一世这么看重呢? 猪八戒对于人参果的极大渴求, 都源自于内心极大的落差。 我们都知道, 猪八戒是因为在天庭调戏长额, 攻倒斗牛宫, 以及偷吃林芝, 才为忍无可忍的玉地贬下剑, 转世重生为猪。 这不仅使得猪八戒从威风凛凛的天鹏元帅, 变成了大肤便便, 好色贪吃的一只猪, 还对他死前的修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猪八戒虽然看起来一副懒散待气的模样, 但其实他却极度希望能够尽快恢复修为, 以弥补先前失掉的灵气与功力。 同时, 被贬下天庭没有庇佑的猪八戒, 也极度害怕三灾的到来。 此时, 在武装冠礼家的人参果, 这在猪八戒眼里, 无疑是一次难得的续命机会, 他自然是不能放过。 而在拿到人参果后, 为何猪八戒会一口将人参果胡伦吞下肚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善文中, 笔者提到猪八戒发现的第二个秘密。 这个秘密, 直接导致了猪八戒在吃人参果时的交集作为。 在厨房中, 猪八戒看到小童将人参果吃药的场景, 不由地产生疑惑。 为何师父拒绝吃掉人参果, 这两个小童就敢不经师父允许将这些人参果私吞。 后来, 他才从这些小童对话中得知, 原来这人参果除了可以延年益寿之外, 在吃的时候也有不少讲究。 在西游记的设定中, 人参果不仅珍贵, 而且非常难得。 这些难得不仅体现在成熟的时间长,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其他因素。 人参果长得壮弱小孩, 在枝头挂着的时候, 还会手脚乱动, 点头晃脑。 有学者说,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 做出药乳小孩的设定, 其实就是在反映在现实中, 出于封建迷进的背景之下, 有人认为, 鹰寒肉可以治病, 以小孩入药的残忍行径。 除此之外, 西游记中的人参果还与五行相悖, 它欲金则落, 欲木而枯, 欲水而化, 欲火而浇, 欲土而入。 这也好似, 实际用了当时人老如枯木的设定, 使得人参果的奇怪之处, 符合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人参果在离开人参果树后, 需要被尽快吃完, 不然就会像死掉一般, 失去了原有的效果。 猪八戒在听完小童这样的言论后, 便将这件事放在了心上。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猪八戒在拿到人参果后格外小心, 因为内心吃到人参果的愿望过于迫切, 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人参果失去功效。 猪八戒这才会在吃到人参果时无比心急, 以至于将其一口吞下, 而孙悟空和沙悟镜之所以选择细角蔓延, 也是有其自己的原因。 在师父口中听过三灾的说法后, 孙悟空当时就向菩提祖师求教了破解三灾的方法, 由此学习了七十二遍来避难。 再加上他当时, 在天庭吃到那么多的盘桃, 孙悟空也仍具备了长生不老的条件, 久违远在猪八戒之上, 他是人参果只是为了尝鲜, 并没有过多目的。 而沙悟镜压根也不知道人参果在离开果树后会很快死亡, 同时他本身也是慢条四里的人, 而沙悟镜也不着急一口吃完, 这三人其实谁也不懂, 到底该怎么食用人参果, 只有猪八戒略知一二。 所以猪八戒就理所应当地认为, 自然是越快吃完越好, 并且为了使得人参果的灵气不外泻, 他都没有敢咀嚼, 直接向其吞了下去。 在猪八戒吃完第一个人参果后, 他其实并不满足, 尤其是看到孙悟空和沙悟镜, 在慢慢品尝人参果的时候, 猪八戒更是因为自己心急, 吃掉了人参果而感到后悔, 由此产生了想分吃他们人参果的想法, 除了想知道人参果是什么滋味, 其实猪八戒更为猜疑的, 还是人参果可以带来修为。 单单从偷吃人参果这件事情来说, 猪八戒表现得确实非常聪明, 他既显示了自己想要吃掉人参果的真实目的, 还毫不费力地就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 甚至于之后的人参果树被推翻, 人参果树被复活, 都成了自己怨种大师兄的工作, 而他自己想完成的事都已经做到了, 大家对于西游记中, 这个桥段的猪八戒有着哪些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